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今天又是幾款垃圾串燒時間 如果有被偶遺漏是正在預約 看起來就像是垃圾的遊戲 歡迎各位留言告訴我 那其他最近有在廣告中 或者曾經評測過的遊戲 這邊就不再特別發一次影片 隨觀眾的時間了 那就正式開始吧 第一款 零蛇奇緣 這款也是挺多名字的啦 反正就是把白蛇串的名字套一套 故事編一下就能換皮量產出來了 遊戲代言人是樂福 查了一下是一位網紅 但老實說我不太熟 不過現在要當網紅 不是要大就是要很大 他看起來應該至少具備其中一項 開發商是中國的驚奇遊戲 也都是做換皮遊戲為主 台灣代理是分隔國際 就是今年上半年上將那款 幻想名將算的公司 而在手機雙平台上掛的營運商 是Doki Studio 實際的營運商根據登入資料的話 應該是中國的波克城市 早期施作博弈棋牌類 休閒遊戲起家 像是鬥地主 捕魚達人等 而這幾年因為中國版號審查的關係 開始轉頭研發其他類型 並且往海外發展 該公司也跟台灣的高雄大學 合作長達8年 雖然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技術交流 還是在殘害遊戲研發的幼苗 那按慣例先對一下台版FB 跟官網的資訊 遊戲目前僅有三個職業 第一位 青鸾 第二位 墨爐 第三位 貪狼 那這邊就可以確定 我會同款遊戲了 然後進入遊戲中 果然又是一段 屌炸天的輕功掩飾環節 之後 我就不知道後續是什麼了 因為他就自己開啟了全製作模式 交給手機AI操作即可 而此時雙手解放了我感到很慌張 於是問了AI我還能做什麼 他告訴我 思考 工作 休閒 於是我就一邊開始寫腳本了 感謝 Auto 讓我能在有限時間獲得雙重的樂趣 然後閃耀大翅膀的部分 好像要第二天登錄才能領到的樣子 可惜 我是看不到了 就交給喜歡的玩家去體驗吧 下一款 星界幻想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這款遊戲曾經在兩年前出海到日本 基本上贏的時候就算是個大爆死吧 從開服巔峰的7000萬日元以後 就開始斷崖式下滑 最低乘到61萬日元 而目前月平均則是不到1000萬日元 隨時面臨官服也是不用太意外 而既然講到這款曾經上架到日本過 眼睛的觀眾應該對這款也非常有印象 沒錯啦 這款在台灣早就上架過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為你介紹 2020年6月11日上架的 異界之藥 台灣目前的代理也是義偶科技 雖然官方說這是新加坡公司 在中國設立也是分公司 但我個人比較相信他100%是中國公司假扮外商 除了方便在海外推行代理各種中國垃圾遊戲以外 資金流動方面也會相對自由一點 那令我匪夷所設施 就是目前這款遊戲 還在營運中 實在是搞不懂常常在想什麼 那這次星界幻想的代理商是王客數位 也等於自由在線 畢竟兩間是同個負責人 網站內容也是一樣的 這公司最早出現在我頻道 是那款在奇怪時間開服的見覺天下 不過目前他沒有露出什麼馬腳 就持續觀望吧 而遊戲雖然不算老 但好在台灣人的記憶也不見得都很好 看看我之前介紹過那幾款遊戲 換個名字在上 還不是照樣被韭菜客爆 所以很多用戶其實不見得在乎遊戲好不好玩 能跟風才是硬道理 觀望也不敢放直接圖 不過倒是有放了一個遊戲畫面 是不是一模一樣啊 那這款遊戲本質就跟三七戶魚的賽爾之光 或者零上陳之歌是差不多的 就是套上Q版皮的MMO 看似了無心意 但還是能挑戰玩家的智商 我相信受騙上當的人一定還是存在 下一款 四神傳說 陰陽對決 該遊戲在中國叫做少年陰陽師 由中國的紫星網路開發 台灣代理是魔方數位資訊 在手機平台上架是用港商小馬遊戲來談 如果依照過往的遊戲來推測的話 大概率跟某個4399存在什麼量子糾纏吧 遊戲一如既往就是那種放肆遊戲 而既然叫做陰陽師了 就知道他是想碰瓷王毅的誰了 然後官方介紹又是這種 任選SSR百抽四神的虛假宣傳 首先這個任選SSR只能三選一 然後也是放到某關卡的章節中限定領取 就是典型的預知玩家的遊戲時間來當福利 你甚至可以再轟動一點 開局送1000抽但是分10年送 如果被罵岩上的話 就在每個人補充50抽之類的 這樣是不是流量、鈴聲都算到了 簡直佛心啊 而除了陰陽師的主題外 包含BOX界面立揮的模仿 外加建模風格也是學個七八分像 話說人家都是5年前的遊戲了 你好歹也選個新的遊戲超啊 還是說其他遊戲的門檻太高 不符合製作成本呢 而戰鬥方面依舊簡約 怕你覺得太無聊 還能跳出去做筆的事情 跟那些換筆放置高達878項 遊戲內容純粹就是為了戰力數值而升 組隊策略也不存在 想強勢吧 行 你不用死命的客 那一樣這類遊戲都會投放大量的紅點點 除了噁心強迫症玩家以外 看起來好像是在給你獎勵 其實更多的是在誘導 強迫玩家把全部的選單都看一遍 搭配無所不在的課金禮包公式 說不定有人就會管不住小手手 想說好像蠻便宜的 就這邊課一點 那邊刷一點 不知不覺就越花越多了 於是場上目的也就達成了 欸?別覺得很蠢 確實非常有效呢 否則也不會流傳百事未曾變過 看到這 你就知道為何之前的決戰營養師 我會比較認真的介紹 因為有些遊戲 你就只想帶過就算了 有沒有做內容真的是肉眼可見 也真的找不到能介紹的點 結論 鳳凰 涅槃 御火重生 蛟龍 擊滅 潛水 逆行 可能是快準備迎接過年了 場上也計劃賺一波快錢 感覺最近的垃圾遊戲會加速產出啊 老實說 做這種垃圾遊戲串燒 其實也不太輕鬆 大多的時間都在當柯南找線索 但我想真的能注意到的玩家 應該也是有限啦 很多廣告跟業配下去 完全不會有人在意他的過去 難怪那些廠商都不需要努力了 反正台灣有這麼大的韭菜園 好歌又好片 甚至還會有人帶頭抽風 而現在一堆人還在討論 抖音 小紅書等 因不應該被禁 說人們應該享有資訊自由 又或者預設民眾都具備辨識資訊的能力 但實際上不是每個人都會獨立思考的 尤其對於低齡層的小朋友 從小就是各種中國式的影片轟炸洗腦 各種注意看跟短影片 每天向他們大量輸出 等他們長大以後 早就困在一間舒適美好的肩膀中 難以逃脫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